每日神话 你身上是怎么经历神做工的 怎么看见神的作为的 对这些没有一点认识 那你就是愚昧的经历 你只知道能实行出真理 能忍耐 就算是生命长大了 那你对生命的真正含义还不明白 对神成全人的宗旨还不明白 有一天你到宗教堂里 在懊悔派里 在生命派里 能遇到许多虔诚的人 他们祷告有意向 追求生命有感动 有话的引导 而且有许多事能忍耐 有许多事能放下自己 不按着自己肉体来 那时你就不会分辨了 你会认为他们做得都对 都是生命的自然流露 可惜就是信得明不对 这不是愚昧的看法吗 为什么说有许多人没有生命 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认识 所以说他们心里没有神 没有生命 如果你信神信到一个地步 对神的作为 对神的实际 对神做的每一步工作 都能认识透了 这就是有真理了 对神的做工不认识 对神的性情不认识 那你这样经历还不行 耶稣那一步是怎么做的 这一步又怎么做的 神在恩典时代怎么做的 做了什么工作 在这一步又做了什么工作 对这些如果你认识不透 心里就总也不踏实 总觉得不实在 若经历一段时间 对神所做的工作 对神的每一步做工步骤 你都能认识了 神说话是什么目的 他说那么多话 为什么不应验 对这些认识透了 你就可以放心 大胆地追求前面的路了 也不担心 也不受熬练了 你们应该看见 神做许多工作 是借着什么达到的 就是借着说话 借着多种说话 来熬练人 转人的观念 就你们所受的苦 所经历的熬练 里面所接受的对付 所经历的开启 都是借着神的说话 打道的 人应着什么跟从神 应着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奥秘无穷 而且能够打动人的心 能揭示人内心深处的东西 使人能知道以往的事 能看透今后的事 所以说 人应着神的话而受苦 也应着神的话被成全 人是在这个时候 才跟从神的 在这一步 人就是接受神的话语 不管被成全也好 受熬练也好 关键还是神的话语 这就是神做的工作 也是人今天该认识的意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